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落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假 scores 示 SHIacha 转发 打赏 Teddy aza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正学目 词能な回报席下期 次照射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超越暴力 今上一随格 吹吹吹 有可要打 在我们返回军营的路上 抓到了这个 怪物 朝鲜人称他们为不死者 是纯粹为了吞噬血肉而生的污秽之物 既非生者也非死者 千万千万不要被他们咬到 否则你也会变成他们 必须斩下手机才能杀死他 让我来结束他的痛苦 走在日本人入侵之前 他们就已经扩散开来了 我们也不清楚这些东西的起源 日军入侵初起 我们异军同时在和日军以及这些生物作战 起初 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 用大量的人民不断寻找杀死他们的方法 他们中有一部分还记得生前的战斗方式 甚至 他们中的还有一些会不断产生新的变异 这会让他们越来越难以被杀死 至于他们从何而来 我们只知道 他们最早是从 咸进道的北边 传播而来的 咸进道在往北 难道是女真人 辽东边军这阵子 确实接纳很多从北方来的蒙古女真 沙俄难民 他们表现都很恐惧 似乎是被什么东西驱赶而来 将军 这消息要向全军公开吗 现在不妥 三日之后便是平壤攻坚战 在这个节骨眼上 任何传言都会扰乱军心 或许 要查清这些误会之物的源头 还得去更北边 但我们也不能任其扩散 沈总席 攻下平壤后 请马不停蹄 坐船去极北之地 那里有一支归属于大明的勘探队会接应你 那是大明在最北边的眼睛 至于这些误会之物 我会在合适的时间向大家说明情况的 了解 将军 前几日我的一队人马外出侦察 至今杳无音许 他们可能已经遭遇了不存 我们要在枪口 对准昔日的同伴吧 如果他们转变成怪物 了结掉他们 如果我们任何中的一人变了 你们知道该做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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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